我们的航母在哪里?这是任何一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在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时,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的事情。拥有辽宁舰和山东舰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也应该向一些利益攸关的热点水域派出航母。 据《环球网》2月5日报道称,巴基斯坦海军日前发布了阿曼2021联合军演中文版宣传片,宣传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海军舰艇将参加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巴海军参谋长尼亚齐上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随时欢迎包括航母战斗群在内的中国海军编队访问巴国。 尼亚齐上将的表态一下子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在不少人看来,这等于是向中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发出了访问邀请。 在当下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海军航母如果现身印度洋的话,那必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如果未来某一天辽宁舰或山东舰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对印度洋周边的友好国家, 比如孟加拉、斯利兰卡、巴基斯坦、伊朗等国来一个还印度洋巡访,这一定是全球轰动的事情。 首先不高兴的肯定是印度,印度一直有一个野心,就是将印度洋变成印度的内海。 它首先要处理掉几个强敌,最强的对手其实是美国。 美国在中东深耕多年,牢牢控制着阿拉伯海等重要水域,第五舰队和中央司令部就在海湾地区。 因此印度要独霸印度洋,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 但是对于印度而言,美国过于强大,所以他们盯上了一个在印度洋新崛起的强大力量——中国海军。 印度对中国海军进出印度洋一直很有意见,尤其是去年边境冲突爆发以来,印度自知在地面斗不过中国,就想在印度洋上找回厂子。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海军持续强化安达曼群岛的军事设施建设,扬言必要时切断印度洋和马六甲的航线,妄图以此迫使中国在边境问题上让步。 其次不高兴的,自然是美国。这些年来,美国想通过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所谓扩张,实际上就是想把中国困死在大陆,将解放军遏制在第一岛链之内。 然而,解放军自由出入公国海峡、巴士海峡,频繁进入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名存实亡,实际上就等于失败了。 如果能让美国和印度不自在,中国海军更应该派航母前往印度洋,印度洋也要封锁中国的海上航路,他有没有这个实力。 另外说,只要他有这个想法,就已经证明这是非常紧迫的问题。再加上,印度一直有跟美日澳河流的趋势,一旦他们在印度洋联合采取行动,事态将会非常严重。 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设法打破他们这种想法,维护航路安全,维护海外利益。这是中国打造战略海军的主要目的之一。 现在,巴基斯坦已经发出了邀请,中国就应该认真考虑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印度洋宣示自己的军事存在。 在历史上,靠军舰展示国力的事情并不少见。最著名的莫过于1907年到1909年,美国大白舰队的环球航行,从而激发了民众支持建设海军的热情。 此外,中国海军在90年代就曾经派遣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进行了环球航行,展示中国建设蓝水海军的雄心壮志。 而当年中国海军只有这两艘略微现代化的军舰。 如今,我们有两支航母战斗群,作为战略性武器装备,更是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不可能是为了摆在家里好看。 如果有人想侵犯我们,